第四十二章 说服女神 嗯?他这么一说 生命女神的脸色终于变了 他知道身为一级神体的情绪之神绝不会无地放始 更何况这话是海神说出来的 海神虽然年轻 但在他的心中对于海神还是很幸福的 无论从任何方面来看 海神确实都很适合作为神界的掌权者 情绪之神一年波动 背后七圈光轮升起 凝结成光轮 一层奇异的情绪波动 也随之从他身上阵防而出 将他们三位神体全都涌照在内 使得声音不至于外传 也没有任何存在能够坦听到这里的一切 他嘴唇翁动 朝着生命女神说了几句什么 这一次就连他身边的蝶神都没有听到 他完全利用神识 将声音封闭 只传给了生命女神一个听 生命女神脸色骤然大变 痴声惊呼道 你 你说的是真的? 不 这不可能 毁灭之神虽然欲望全力重 可他 可他应该还不至于如此糊涂啊 情绪之神沉称道 我以我神体之位启示 所说一切尽属事 我相信我岳父的判断 难道你还不相信吗 生命女神脸色连变 一双束手缓缓紧握 仰天长叹一声 毁灭啊 你好糊涂啊 在这种大事上 他怎么不相信海神的判断 刚才那一位实在是不愿相信而已 情绪之神建议说动了生命女神站在一旁不带吭声 但他坚信在大事大非上 这位神界执法者会有所判断的 双眸闭合 沉默片刻之后 生命女神猛然睁开双眼 断然道 好 我跟你们去 无论如何 我也不能让她铸成大错 蝶神大喜 猛地投入生命女神怀抱 对啊 阿姨 谢谢您 生命女神轻轻地抚摸着她那粉蓝色的长发 长叹一声 眉毛中却已是满是悲意 她最不愿意面对的终究还是要去面对的 你岳父还有什么说法 她既然让你来找我 想必已经是定计了吧 生命女神向情绪之神说道 情绪之神赶忙道 岳父大人说 如果您愿意 希望您能够去救她 帮她解开封印 生命女神点了点头道 好 那就走吧 说完 她大秀一卷 闭光闪过 她们已经离开了那巨大的生命古术 情绪之神知道 这生命古术原本就是生命女神的本体 所有这些庞大的生命力 全都是生命女神多年以来不断地吸收人间念力 并且在释放出创造之力的过程中吸收的 也正是因为这庞大的生命力支撑着神界神体们有着悠久的生命 生命女神在整个神界中有着举足轻松的地位 任何神体都对她十分的尊敬 因此能够得到生命女神的支持 对于这次的事情极为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她第二个就找上了生命女神的原因 生命女神深深地看了一眼自己的生命古术 缓缓地闭上了眼眸 口中喃喃地念着什么 一道道如履如丝的碧绿色光芒从她的身上散发而出 巨大的生命古术顿时迸发出极为庞大的生命力 每一片叶子都亮了起来 使得整个空间仿佛都变成了一个碧绿色的世界 情绪之神有些惊讶 想要询问又怕打扰了她 蝶神向她使了个眼色 传音道 这是生命祈祷仪式 绿阿姨是在占卜吉凶 啊 吉凶这也可以占卜的吗 情绪之神惊讶地问道 蝶神点了点头 绿阿姨掌控着神界的生命演化 在一定的程度上与生命的变化感知极深 尤其是和自身相关的时候 更是如此 不过 我也只是在小时候见过绿阿姨占卜吉凶一次 这是第二次 绿阿姨真的很为难啊 在神界的历史上 听说对阿姨占卜吉凶最著名的一次就是当初的龙神叛乱 那一次捕神吉凶的结果是大凶 之后果然神界大变 大量神体在那一战之中陨落 希望这次会是好的结果吧 正在他说话的功夫 突然间原本碧绿色的世界出现了变化 伴随着生命女神的吟唱 碧绿色的世界中一点鸿芒突然亮了起来 这一点鸿芒刚出现的时候 只是在生命古树深处 但很快 这红色就向外蔓延开来 首先是生命古神的树干 然后是枝条 最后是树叶 很快 那碧绿色竟然完全被血红色所代替了 一股胸蚁之气在庞大的生命气息中疯狂地拨动着 那血红色的古树也似乎变得争吟了起来 仿佛要责任而事似的